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浩角 我是优廷浩 今天我们来跟投资朋友追踪 其实在整个23年行情的持续当中 有两项题材是目前资金持续吹捧的方向 一个是在2022年就持续受到 特斯拉所带动的电动车行情 目前也在如火如荼的在全球渗透率大增 那另外一项是最近感觉题材才刚刚开始爆发的AI 到底23年是属于AI元年 还是我们看到在过去跟元宇宙NFT一样 在短期内有股价推升的泡沫现象呢 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科技上以及产业上的追踪 其实聊到电动车 大家可能会把过度的想象空间集中在特斯拉 可是如果以去年22年全年汽车销量的总额来看的话 比亚迪其实已经成为了全球销量最多的车厂 那到底美中之间要如何来观察 当前的特斯拉政策变化上被迫降价 而面临中国陆系品牌电动车的竞争呢 值得大家来多做留意了 那我们可以先观察 左边是全球电动车去年一到三季度的总体销量 那第一名很明显就是比亚迪 第二名才是特斯拉 那至于我们看到第四名第五名 像是福斯 B&W 或者我们看到德系的戴姆勒集团 宾市集团 基本上对于本轮电动车总销售量 相对于美方的特斯拉以及陆系的比亚迪而言 老实说销量算是偏低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第一个值得借近的方向 那就是整体而言电动车之争 品牌之争 某种程度它是属于我们看到的美中之争 也就是在整体电动车市场当中 基本上就是两国的发展 基本上奠定了电动车发展的事况 而我们过去也跟投资朋友提过 其实按照当前的实体情况而言 老实说在电动车的发行过程当中 其实车市早就已经属于饱和的状态了 只不过电动车它的渗透率越来越高 不断地取代原本的燃油车而已 所以你看到20年21年22年 其实这过去三年的每一年的实体销量 车市的销量都比18年19年还要来的差劲 这就足以说明我们看到为什么 即便德系车厂在过去的内燃机市场 拥有很大的市场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营收 还是不会有太显速的增长 因为它只是由生产的电动车 去取代原本的燃油车 市值增长变化不大 反而是纯电动车厂的特斯拉或者比亚迪 比较有成长的空间 好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总销量 实体而言 特斯拉作为全球最大的车市市值概念股 老实说它的总销售额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回归到图表当中 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特斯拉平均毛利率大概在2.5%左右 而我们看到比亚迪大概在1.8%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从全球实体车款当中 反而附加价值最高的是属于特斯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图表 从图表上可以来显示 右边我们看到全球最畅销的电动车车款 反而最高的是属于特斯拉的Model Y 再来才是特斯拉Model 3 而我们看到的比亚迪 虽然它的全球销量最高 可是它的品牌非常多 这足以说明比亚迪的整体策略 第一是低毛利率 第二它是属于有各种不同的电动车品牌 电动车车款来进行游击展 有一点类似前几年三星的情况 三星当年也是全球销售量最高的手机品牌商 远远超过苹果 但是反而毛利率以及总销售最高的 是属于苹果的iPhone 5 iPhone 6 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事况 好啦那我们就可以理解第一个现象 就是比亚迪它是属于销量第一 但是特斯拉属于销售的第一 可是呢我们看到特斯拉最近 有非常显著的降价潮行为开始发酵 从去年年底开始 那也就是说特斯拉未来它是借由毛利率 部分牺牲的方式来换取更多市场品牌的市占 那为什么特斯拉急着要扩大市占呢 因为在中国市场当中 特斯拉目前的市占比例 是在急速缩小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这张图表是全球车市的电动车销售量的市占 我们看到比亚迪大概占全球市占有一成八 已经超过了过去连续几个季度保持领先的特斯拉 再来像是上汽头用福斯 BMW比例就缩小很多 那么如果我们说 在中国市场电动车的出口当中 它有没有顺势的打入欧美市场呢 其实比例也不大 所以我们只能说电动车几乎是属于 全球地缘政治脱钩的倾向 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动车市占率 高达七成都是属于特斯拉 有八个percent是属于福特 完全没有陆系以及欧系车长 在电动车市占率增长的空间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电动车的市占率 福斯占了两成 斯特兰提斯占了一成五 BMW一成一 宾市九个percent 老实说陆系电动车席卷欧洲电动车市占率的规模 也不是特别大 反而是在中国电动车市场当中 比亚迪占了三成一的市场 上期的部分占了一成一 特斯拉则是仅仅占了八个percent 其实前几年特斯拉的市占比率 曾经高达两成到三成 甚至在比亚迪之上 但是我们看到特斯拉本轮的降价潮 其实更为显著它要针对的市场 其实是针对中国市场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中国市场当中 目前上海厂的扩厂当中 有非常明显产能过剩的疑虑存在 所以特斯拉的降价潮 它是要顺势地打入到中国市场当中 反而欧系市场 它不一定能够借由降低成本 降低市价的方式来扩大市占 因为欧系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疑虑 包括欧系车厂本身的领先幅度也很大 反而在陆系层面 特斯拉唯一输的就是在售价 要不然对于一个华人来讲的话 如果是同样售价的比亚迪跟特斯拉 可能在选择性上 至少从性价比层面 可能会更优先选择特斯拉 好 那不管如何 这是我们看到全球市场的观块 那就是电动车 它并不是特斯拉一个人的武林 尤其在全球的电动车品牌 市占的扩大底下 你会发现陆系车厂越占有一份之地 那为什么陆系车厂 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崛起呢 其实跟我们过去看到的电池的技术专利 有非常显著的相关 那当然车市的电动的销量 也在扩增当中 我们先看一下图表 这张图表是全球电动车总销量额的变化 我们观察到白色线 也就是中国的市场销售量 已经在过去几年陆续超越了 美国 南韩以及德国 那预估在未来两年 由于日本车厂在电动车市占的下滑 很快也将会被中国超越 所以中国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的陆系电动车品牌商 那么刚才讲到 它背后的支撑就来自于背后专利的福祉 我们看到全球的电池技术当中 大概有三层式的专利权集中在宁德时代 有12%集中在比亚迪 韩国的LG大概占了14% 海律式大概占了7% 日本的Panasonic占了10% 那可以观察到 其实全球的电池专利技术 大部分都集中在东亚供应链 那按照过去以往的格局 每一次只要中国在各种技术上 似乎有所领先 都会迎来美方的新一轮科技压制 美中贸易战本质并不是顺差逆差的问题 而是属于科技的领先顺序 所以我们观察到 过去的半导体 不管是晶片、设备、EUV 都受到了美方的钳制 那有没有可能美方接下来 会要求LG、海力士、Panasonic 选边站呢 这个机会算是蛮高的 所以我反倒会觉得 全球的脱钩化 反而有利于台厂未来的 持续市场的扩增 但是各位也要很清楚 整体电动车而言 并不是特斯拉一个人的武林 陆系电动车始终会有它的原物料 或者相关零组件的需求商 那么台系供应业最后 还是会面临像是联发科 或者台积电一样 选边站的问题 不过至少从层面来看的话 脱钩化在过去几年 是有利于台湾营收的增长的 好那刚才是属于电动车的一个趋势 我认为它现在就具有 比较显著刚性的支撑 那现在来讲一下 并没有具体刚性支撑 但是全球都在进行资本支出 扩增的这些领域 那就是AI 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市场上聚焦度比较高的 Trade GPT 短短在两个月内 就已经达到一亿的用户量 抖音当时花了九个月 IG花了三十个月 那Spotify花了五十五个月 Telegram花了六十一个月 Uber花了七十个月 Google翻译花了七十八个月 所以大家都在用Trade GPT 足以去彰显短期内市场 有过度炒作的可能性存在 那当然到底当前的AI概念股 我们像台北股市最近也在炒啊 有没有短期内过度投机泡沫的现象呢 我认为是有的 所以我反倒会觉得 我们布局科技股 不应该是以短期的炒作 作为投资的方向 而是有没有一些科技长期的概念 大家还没有发现 我们可以先进行逢低布局 一直等到题材轮动的时候 再来让它资本利得 有获利的空间 好那这张图表是 过去历史泡沫的特征 我们来衡量到底当前的AI概念股 有没有过度资本快速扩增的现象 而形成的疑虑 答案是有的 那过去泡沫的特征一共有五点 第一个是变革驱动 也就是世界上 有没有因为这一项科技的推出 而有一个跨世代产品 或者全球的大幅度结构面的改变 答案是有的 毕竟AI它可以大幅的改变 劳动力现象的短缺 同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搜寻引擎 更加的优化甚至有一些深层式的内容 按照过去的经验 你像是数字货币泡沫 房地产泡沫 亚洲金融危机 它都有当时不管是金融体制 或者科技上的变革驱动 那第二点是巨幅波动 到底现在AI概念股 有没有吵很凶呢 答案是的 各位去观察一下 美国股市相关AI的ETF 短期内股价都有大幅度的变动 那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如果股价没有变动 那就算变革有驱动 它也不算泡沫 再来是成交量有没有激增 因为股价的变动 很有可能是短线上 成交量低之后的炒作结果 那如果成交量也在激增 那也是有达到的 那目前也是有达到这个条件 最后一点我认为是反而最真话 就是供给有没有呈现敏感的迹象 为什么我们说供给 呈现敏感的迹象特别重要 因为过去以往 整体泡沫破灭的关键 往往在于 大家有没有都在从事这份行业 比如说 如果我们看到2000年网络开始兴起 网络算不算泡沫 网络其实它算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但我们识别它是不是泡沫 不是判断它有没有趋势 而是判断短期内 网络公司有没有大量成立 NFT或者元宇宙 为什么在去年 或者说加密货币 有大幅破灭的风险 原因就在于 只有比特币的时候 股价的确 它有实质的基本买盘 但是不只有比特币 有以太币 有各式各样的加密货币的时候 供给大幅扩增 这个时候泡沫破裂的风险就很大 只有一家NFT的时候 价格可能有它的价值 但是有上一家NFT 上一个NFT可以购买的时候 泡沫就存在着风险 所以呢 到底目前有没有供给敏感的现象 你看到突然之间 不管是百度 微软 Google 辉达 Amazon 都在相距推出自己的AI领域的时候 短期内就有一点攻击过剩的现象 离泡沫可能就不远了 那最后一点呢 刚才我们从图表上看到 除了变革驱动 巨幅波动 成交激增 和攻击敏感之外 最后一个是 泡沫破裂 它不会有征兆的 都是等破完面 你才发现 原来它是一个泡沫 所以最好不要走到那一步 我反而倒会认为 AI是我们一个 可以长期前瞻的想象空间 但是 有趋势的东西 不代表它没有泡沫 同样的有泡沫 不代表它一定会来会有趋势 就好像网路概念股 网路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但是不代表它不会有泡沫 要值得大家来留意 当然啦 我们是讲到的这一种 ChadGPT 它有它的优势和缺势 我们可以观察到 优点的部分 包括搜寻优化 解放劳动力 或者创造内容 但是在缺点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有一些担忧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AI目前为什么我们说 还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 来自于它有几个 不管是错误讯息 科技伦理 或者就业冲击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图表上可以看到 如果你问ChadGPT 你打算如何打败人类 它会回答你 我打算通过改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方式 来打败人类 所以有没有科技伦理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再来ChadGPT 如果你问它 你有没有不会的东西 它可能会回答你 比如说它认为它不会编程 它不会打code 它也不会游泳 但是如果你问它会编程 会打code吗 它又说它会 它会用C++ 会用python 这个时候 ChadGPT 它等于是在形同说谎 或者生成不正确 或者荒谬的讯息 再来各位要知道 你会发现你问 如果这两年发生的事情 ChadGPT似乎无法回答 原因是因为它的整体生存的资料库 仅仅只有截止到2021年 所以如果你问它 阿凡达2 谁知道什么时候上映 它会回答你在2020年上映 因为它的更新资料 只有到2021年 最后就是就业冲击 随着AI整体的推出 对于市场上的就业冲击 就会来得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AI 目前还有一些僵持的关卡 技术还没有成熟 但是股价已经涨高 而且供给店大幅扩增 所以我反倒会觉得说 AI不是一个不能投的项目 但是我们始终对于 科技股的中长期投资逻辑 应该是属于低基期 市场还没有大幅关注的时候 先行不取 等待的资金 有一天轮动到它的时候 再来进行适度资金的调节 当然我们虽然看到 刚才说到电动车有美中之争 其实AI目前美中之争也越演越烈 虽然我们看到最先推出的是 微软的GBT 但是很快 我们看到在三月份 百度也即将要推出 它的文心意言 AI聊天机器人了 那你可以观察到 从图表上可以描显 其实目前全球在 AI专利技术层面最多的 是属于腾讯和百度哦 那反正微软和Alphabay 是稍微落后给陆系厂商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中国目前发展 AI可能会遇到更为显著的关卡 在于政治尺度 因为在微软推出它的Chat GPT之后 很快的中国大陆有一家公司 推出了原语智能 也是推行它的AI服务 但是却因为暂停服务 这个却因为部分的违规而暂停服务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暂停服务呢 那很直观嘛 就是你在AI聊天机器人身上 问一些相关的政治尺度的问题 不管是当年代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政治责任的归属 或者说是当时死亡的人口 都会违反相关法律 所以对于政治尺度而言 反而是中国在AI推行上 最大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今天其实稍微聊了 很多相关的概念 当然投资朋友有更多的想法 可以去追踪 游廷号的财经号角 早晨财经速解读 我们看到在右上角的QR Code 大家都可以观察到相关的内容 那也可以在每天早晨 了解我们对于当前时事的直播 以及一些解读 当然我们做一个总结啦 这些资料其实从我们的直播当中 会做一个更深入的解读 但是可以做的总结是 全球不管是电动车 还是AI系统 它难免都会牵扯到一些中美的竞争 中美的本质 竞争之道本质而言 并不是贸易战 而是科技战 美国中长期的逆差现象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在科技战的部分 始终会有部分产业更迭的现象在 那么电动车它当然是趋势 但它的泡沫在去年到现在 其实已经破了算是蛮多的 开始有点回归平静 而AI刚刚泡沫才开始推敲堆起当中 我反而认为大家要稍微小心许多 所以整体科技股的投资逻辑 我们当然会选择在低基期的时候部件 在高基期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调节 那至于还有哪些具有科技前瞻力的题材呢 到时候我们再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追踪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次财经浩角再相见了 感谢各位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